下一個是我沒有做的實驗 現在沒有做的實驗 就是我要檢驗那個有機物裡面到底含了什麼元素 我就拿一個運勢管裡面放一個氧化銅 跟有機試驗的東西拿去加熱這樣烤一烤 烤一烤加熱 然後我要看看裡面有沒有碳有沒有氫 這裡的氧化銅是當作氧化劑的 還記得什麼叫氧化劑嗎 讓別人氧化自己還原 別人氧化就是把氧送給人家 把氧化銅有氧對不對 把氧送給人家讓別人氧化自己還原的叫做氧化劑 好來我怎麼知道那裡面有沒有氫有沒有碳 第一個加熱之後把它放到澄清石灰水 如果澄清石灰水變成了混濁 那就表示那個產物裡面是什麼東西 澄清安排二九 二九起立 請坐 會讓澄清水水變混濁 表示是二氧化碳 那表示裡面有什麼 有碳嘛 氧化銅沒有碳對不對 會有二氧化銅是有機物裡面來的 所以有機物就是有碳 所以這個實驗可以證明 有機物裡面還有誰 還有碳 還有碳 可以嗎 OK 那如果上面管口有一些無色的液滴 我拿氯化雅菇去試 碰一碰它變粉紅色 藍色變粉紅色 氯化雅菇是解驗誰的 解驗誰的 那我可以知道 我又有誰啊 這是誰啊 有沒有可愛小女生啊 有 有 郭雅菇是緊嚥誰的 所以便紅粉紅色證明有誰 保護水誰是清跟氧化盒對不對 對不對?氧化銅裡面有沒有氫?沒有 所以表示那個氫是誰給的?有機飼料給的 所以證明有機物裡面還有氫 所以產生二氧化碳證明有機物那個有機飼料裡面那個飾品裡面有碳 產生水證明那個飾品裡面有氫 所以這個實驗證明如果得到這個結果證明它有碳跟氫 這個實驗沒有辦法證明它裡面有氧 為什麼?二氧化銅二氧化碳不是有氧嗎?水不是也有氧嗎? 那為什麼做完這個實驗之後不能夠證明那個東西裡面有氧? 因為氧化銅有氧啊 那個氧可能全部都是氧化銅的氧啊 可能兩個都有 可能只有氧化銅有氧啊 所以這個實驗不能夠證明這裡面還有氧氣 無法證明 所以做這個實驗只能證明那裡面有沒有機有沒有碳 但是無法證明那裡面有沒有氧 這個實驗一個重要的步驟 其實應該要兩個 第一個是那個管口應該朝下 那個在過去的題目裡面它很多話管口朝上 但是不對 管口要朝下 為什麼要朝下? 因為它會有無色的液滴水深層嘛 不要它倒流回去 不要它倒流 所以管口要朝下 然後也是為了這個原因 所以呢 整個實驗做完它要你通入澄清石灰水 然後呢 要你先 要你呢 先把管子拔掉 再把火滅掉 因為如果你不這樣做 不這樣做 你先把火拿掉 那麼會變得比較冷 壓力會變小 怕它外面一壓那個水就會倒流 水倒流呢 第一個就是污染藥體嘛 第二個就是熱的變冷它容易會碎掉 破掉 所以被它破裂 所以這個實驗 第一個就是那個管口應該要朝下 第二個 要先把橡皮管拔出來 再把酒精針移開 洗面 要注意的事項 OK嗎? 可以嗎? 可以 請寫課堂練習